第十二章 人类和机器 随着成熟型夜日渐萧条 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现在它已 成为科技的代名词 超过15亿人利用便携式装置及时货 取信息 如今 人们的智能手机已比直音宇航员登月时的计算机 的处理速度快上千倍 如果摩尔定律继续适用 今后的计算机会 更加强大 计算机在我们曾认为人类专属的活动中 也有足够能力打败 人类 1997年 IBM公司的深蓝打败了世界象棋冠军家里 卡 斯帕罗夫 2011年 智力竞赛节目 危险边缘 Jeopardy 的最佳选手肯 詹宁斯败给IBM的沃森电脑 谷歌无人驾驶器 车已行驶在加州大道上 虽然之赛车手名小戴尔 恩哈特并未 感到机器的威胁 可是英国 魏豹 为全球数百万受雇于人的 司机和出租车司机 担心 无人驾驶汽车 会带来下一波失业 浪潮 每个人都期待未来的计算机能干更多的事情 多到有些人怀 1.30年后 人类自己还有什么可做的事情吗 风险资本加码 克 安德森展丁截铁的宣称 软件正在吞噬整个世界 而其 同行安迪 凯斯勒在解释提高生产力的最佳途径是 摆脱人类 10.却显得很高兴 福布斯 则显得忧心忡忡 向读者提出了 如下问题 机器会取代你吗 未来主义者似乎期待肯定的回答 乐德分子则害怕被机器 取代 宁可全面停止停止开发新技术 双方都为质疑好的计算机 必然取代人工这一前提 然而 这个前提是错误的 计算机是否 助人类的工具 而非替代物 未来几十年 最具价值的产业还是 由创业者建立 而不是淘汰人类 全球化VS科技 15年前 美国人担心来自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 这 讲得通 因为任何人都可能被其他人替代 今天人们再次听见罗 斯 佩罗所说的巨大损息声 这次寻声追溯到的不是提华纳的 廉价工厂 而是的克萨斯州的服务器群 美国人害怕将在不远的 未来出现的技术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过去几年全球化的重演 但 现在情形已大不相同 人们会为工作和资源角逐 而计算机不会 全球化意味着替代 佩罗就国外竞争提出警告时 小布什和比二 克林顿在鼓 吹自由贸易 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有其专长 所以从理论上讲 指 要人们按照其自身优势发展其专长 并以此互相交易 经济就会 使财富最大化 可是实际上 至少对许多工人来说自由贸易的臣 效并不是那么明显 相对优势差异巨大时 贸易利益最大 但是 全球愿意为低薪做重负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人们不仅为劳动力供给竞争 他们也需要竞争相同的资源 美国人在低价购买从中国进口的玩具和纺织品的痛时 需要以更 高的价格购买汽油 因为成千上万的中国车主也开始参与到对 汽油的竞争中 不管是在上海吃鱼翅 还是在圣地亚哥吃鱼肉 玉米饼 人们都需要食物 都需要房屋 人们也不止满足渔温 报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人们的需求会不断增加 既然数亿中 国农民最终达到了温饱水平 他们自然希望多吃点鱼肉 少吃点 而粮食 上层社会的欲望更是惊人的一致 从彼得保到平壤的寡 头都喜爱水晶香槟 科技意味着补充 现在想想来自计算机而非人类的竞争前景 工给方面 计算 机和人类之间的区别远大于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人类和机器所善 长的工作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人类有意识 善长在复杂情境 下制定计划 做出决策 但不善长大量数据的处理 计算机则洽 恰相反 善长高效的数据处理 但却做不出人类很轻松就能做出 的基本判断 为了了解差异的程度 让我们来看一下谷歌的另一个人机替代项目 2012年 谷歌的一台超级计算机扫描了1000万张 YouTube视频缩略图后 能够识别出猫 其准确率达到75% 上 了报纸的头条新闻 这看似不可思议 但撕碎小孩儿就可以 轻而易举地做到 最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可以击败最聪明的数学 加 但即使拥有16000个中央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也不能和小 孩儿在其他方面相抗衡 二者之间不只是一个比另一个强大的问 t 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 人类和机器之间的显着差别意味着和计算机合作得到的收 亦远高于与人交易得到的收益 正如我们不和家处 他们甚至不够聪明来提出要求 我们开发新的计算机技术来解决问题 这一位我们拥有了一个超级专业的伙伴位 我们提供高效的服务 却不和我们争夺资源 准确地说 科技是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逃避竞争的唯一方式 虽然计算机越来越 强大 但它们不能取代人类 它们只其补充作用 人机互补之于企业 人类与计算机的互补不仅仅是宏观事实 而且是创力伟大 事业的途径 在PayPal的经历时我明白了这一点 2000年年中 我们成功度过网络公司的破产危机 并快速增长 但人面临一个 巨大难题 每月都因信用卡诈骗损失上千万美元 每分钟处里程 摆上千笔交易 因此不可能一一检查 任何质量控制团队都达 不到这种速度 因此我们做了任何工程师团队都会做的事情 采用自动化技术找到解决方案 首先 马克思 列夫勤组建了数学家精英团 对来仔细研究欺诈性交易 然后利用研究结果 编写自动识别软 键实时去除欺诈交易 但很快就失效了 因为一两个小时后 窃贼就发现了 他们改变了策略 我们的对手适应性很强 而我 我们的软件反应缓慢 诈骗犯虽然多过了我们的自动检测算法 但我们发现 他们 不能轻易骗过人类分析师 因此马克思带领工程师用混合策略重 写了软件 程序将可疑的交易标记在设计好的用户界面上 然后 人工审核其合法性 多亏了这个混合系统 我们抓住了那个吹嘘 自己无人能敌的俄罗斯窃贼 所以我们给这套系统齐了各俄罗斯 的名字 Egor 而且 有了这套系统 我们在2002第一季 杜一纽亏未赢 而2001年的每季度我们还损失2930万美元 美国联邦调查局来问是我们否愿意出借Egor 以协助他们侦测金 容犯罪 这让马克思自询为网络密探福尔摩斯 他也的却是 这种人机结合让PayPal立足于商界 反过来 成百上千的小 企业可以通过网络收款来发展壮大 没有人机结合的解决方案 就不会有这些结果 虽然多数人对他一无所知 2002年出售PayPal后 我依然在人机结合上下功夫 人机结合比单打读都效果显着 那么在此核心基础上可建立实吗 有价值的事业呢 第二年 我和斯坦福大学的老同学亚利克 斯 卡普 软件工程师斯蒂芬 可恩动了创办公司的念头 利 用PayPal安全认证系统的人 基附核模式来搜索恐怖分子和金融诈 片 我们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兴趣震农 于是2004年我们共同 创办了帕兰提尔公司 一个帮助人们从不同信息来源提取有用性 其的软件公司到2014年帕兰提尔公司的销售额已达到10亿美 元 福布斯 称帕兰提尔的软件是杀手软件 因为谣传他帮 驻美国政府找到了奥萨玛 本 拉登 对于操作细节 我无可奉告 但可以说光凭人类智会或计算 机并不足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美国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使用的 方法截然不同 中央情报局倾向于用人 而国家安全局倾向于使 用计算机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要排除的干扰太多 很难识别言 重的威胁 国家安全局的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能力很强 但机器字 即不能鉴别是否有人在策划恐怖行动 帕兰提尔致力于克服这两 众偏见 运用帕兰提尔的软件分析政府提供的数据 比如 野门 极端主义教室的通话记录 与恐怖活动关联的银行账户 然后 标记出可疑活动 供训练有素的分析师审核 除了帮助查找恐怖分子 使用帕兰提尔的软件 分析师还可 预测阿富汗的叛乱分子放置爆炸装置的的点 起诉引人注目的内 募交易案件 打击全球最大的儿童色情团或 支持疾病控制预防 中心对抗食原性疾病的爆发 通过先进的诈骗检测软件 可以是 商业营行和政府每年减少上亿美元的损失 先进的软件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分析 师 检察官 科学家 金融专家 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 软件好 无用处 想想如今专家的工作内容 律师必须用不同方式讲述及手问 提的解决方案 依据委托人 对方律师 法官等谈话对象的改 便 变换说辞 医生要有能力与非专家的普通病人沟通诊了解 过 郝老师也不只是精通自己教授的学科 他们还必须了解如何 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学习方式调整教学方法 计算机或许可以执行 部分任务 但不能有效加以整合 法律 医疗 教育领域的先进 技术不能替代专家 只能帮助专家做得更好 这正是林英公司协助招聘专员做的事 林英在2003年创立 10.既没有征求招聘专员的意见 已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 也没 有编写完全替换招聘专员的软件 招聘工作一半是辨别一半是推销 需要在细审和应聘者经历 评估其动机和适应能力 说服罪 优秀的人才加入团队 让计算机高效完成所有工作是不可能的 相反 林英开始改变招聘专员的工作方式 现在 超过97%的 招聘专员使用林英的网络 运用其强大的搜索过滤功能筛选应聘 这 该网也为成千上百万使用它来管理个人品牌的专家创造了价 值 如果林英公司只是用技术取代招聘专员 那么不会形成今天 的规模 对计算机科学的认识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忽视与计算机互补的力量 这始于学校 软件工程师致力于取代人力的项目 这是他们的授讯内容 学者 通过专业研究立生扬名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发表论文 而发表意 为着尊重特定学科的界限 但对计算机科学家来说 却意味着简 若人类完成特殊任务的能力 而计算机经训练后可将各项任务 一一完成 在当今计算机科学最前沿 机器学习能力 这一词与机器 了机器代替人类的幻想 其宣扬者似乎相信 只要输入足够的训练资料 计算机就可以执行任何任务 网飞公司 Netflix 网络影 世光盘租赁公司 和亚马逊的用户亲身体验了 计算机学习的效 过 两家公司都依据消费者浏览 及购买的历史 运用特定算法来 推荐产品 输入的数据越多 得到的建议就越好 谷歌翻译也是 如此 它支持80种语言的翻译 虽然粗糙 但勉强可用 这并 不是软件懂得语言 而是它对巨大语料库的文本进行统计分析 提取巨型 另一个体现取代倾向的流行语是 大数据 如今的公司对 数据情有独钟 错误的认为数据越多 能创造的价值就越多 但 大数据是沉默的资料 而计算机能找到人类没有注意到的模式 但无法比较不同资料来源的模式 也不能用这些资料解释人类负 杂的行为 可行的见解只有人类分析师 或者说那种只存在于科 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 才能那该给出 我们痴迷于大数据仅仅因为觉得科技很奇特 我们未计算机 单独取得的一些小成就而惊叹 却忽视了人类在计算机的 类解决难题 聪明的计算机 是敌 还是友 计算机的未来充满了未知 但看到像Siri 苹果手机与研柱 力 和沃森这些预示着未来的智能机器人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旦 计算机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他们要完全 屈从于我们 替代派思维的逻辑重点是 强大的人工智能 计算机使得 人类在每个重要领域黯然失色 当然 乐得分子被这种可能性下 坏了 这甚至使未来学家也心神不安 因为还不确定强大的人工 智能会拯救人类还是会毁灭人类 技术应该增加人类对自然的空 智力 减少人类生活中的偶然性 减造从会过人的计算机一定是 利弊参半 强大的人工智能就像宇宙彩票 我们赢了 得到理想 国 我们输了 被天网 Skynet 取代 但即使强大的人工智能不是不可预测的谜团 而有真实存在 的可能 那个时代也不会很快到来 被计算机取代是22世纪人类该担忧的问题 对遥远未来的不确定的恐惧不应阻止我们现在 制定明确的计划 乐得分子认为我们不应该制造未来可能取代人 类的计算机 疯狂的未来学家则持相反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相互 排斥但不能代表所有的观点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巨大的空 兼 未来几十年 理智的人可以建设美好的世界 我们在计算机 使用上的创新 不仅能够帮助人类做好已有工作 还能帮助人类做到之前不可想象的事情 无论最具尽